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点特别的东西 我们带来了两款车的 comparison 这两款车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牌子的同一个型号 只是引擎上面有不一样 在普通版的车型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6.8 秒 至于顶级版的车型 更是只需要 4.8 秒而已 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的这个 Volvo X90 T5 还有 S90 T8 转发一下3.8 厘米的车型 转发一下7.0 火车出声 6.0 热热水 这两款车虽然说是普通版还有顶级版的差别 但是它们除了一些细小的配备之外 就是在引擎啊 然后还有轮圈啊 Frontgill的设计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基本上它们的配备都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这两台 S90 因为现在政府有税务减免的关系 所以在售价方面它们是有稍微调低了一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们两个都是 CKE 的这个车型 因此售价我们就放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台车型的这个价差是大概介于一个5万零级左右 所以这5万到底差了什么呢 这5万块差的东西虽然说不多 但是绝对支回票价 就例如这辆顶级版的 T8 它的引擎绝对就是窝窝的精髓 为什么这样子讲 首先这个 2.0 的引擎 它除了涡轮增压以外 它还有这个机械增压也就是 Super Charge 单单引擎的马力就只有 320 HP 风质扭率 400 Nm 而且这个还没有算它的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系统的输出 如果它的综合输出啊 407 HP 风质扭率 640 Nm 0-104.8 秒 这样的数据你在 Highway 上面遇到大部分的车 你都是咬咬咬咬可以吃掉它们 这样子我这辆其实也不会差哦 这个 T5 版本它搭载的是 2.0L 的 Drive-E 涡轮折压引擎 最大马力都有 258 HP 风质扭率 350 Nm 并搭配 8速的自排变速箱 0-100 的加速表现 6.8 秒 听起来也不会很差啊 其实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它们的驱动方式 这辆车呢其实是 All-wheel Drive 但是它跟一般传统的 All-wheel Drive 不一样 因为一般上的 All-wheel Drive 它们是靠这个传动轴 把这个全轮的扭力跟动力传去后轮 但是这个 T8 的 All-wheel Drive 因为它是混合动力的关系 所以它的前轮主要是靠汽油引擎来推动 后轮就是靠这个电动马达 所以这个 T8 的循迹性会比较好 如果你是在意这种操控表现的话 那么这个 T8 适合你 当然这不表示这个 T5 就很差 虽然它是一辆前驱车 可是开起来呢 它反而会比这个 T8 还要稍微灵活一点 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它有电池足的关系 所以稍微分钟一点点啦 嗯 那这个就比较轻巧啦 整个开起来就是会稍微比较灵活一点 虽然说两款车都是同一样的车型 但是它们的驾驶风格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除了这个引擎动力还有驱动方式有差别之外 它的悬吊其实也是有学问 在轮胎方面 这两款车原厂来的轮胎都是 PS4 所以这个运动性能还是不错的 只是这个 T8 它给了这个 A Suspension 它可以根据你的不同的驾驶动态啊 驾驶模式来切换这个悬吊的软硬程度 如果你只是高速公路定速巡航的话 你要一个很舒适的悬吊它可以给到你 如果你要 Sport 模式的话 它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程度的这个变化 来给你更好的这个悬吊支撑表现 Good! 虽然 T5 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老实话 T5 的悬吊设定也不错的 只是这个 T8 有了 A Suspension 之后 它的整体的表现更上一层楼 虽然少了 AirSus 可是这个 S90 T5 它在配备方面还是很丰富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 Volvo 很讲究这个安全性的 那这一台 T5 版本呢 它还是有搭载全套的 IntelliSaf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包含像是前方碰撞预警啊 主动紧急刹车啊 还有车道维持辅助啊这些等等的功能 而且哦 Volvo 的这个自动紧急刹车的这个侦测呢 它不只可以侦测到这个行人 它还可以侦测到动物和物体 而且是白天晚上都能侦测到 这一方面呢它绝对是在同机之中是领先的 不止如此 这一台 T5 呢它也一样有搭载 Pilot Assist 半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在这个驾驶的安全性上呢 它还是和这个 T8 版本是一样是满分的 Volvo 的车款啊讲究的就是这个用料非常非常好 不管你是买到 T5 T8 还是这个 T8 的顶级版 T8 Inscription Plus 它里面的内装用料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软质的塑胶然后真的木 然后还有这个真的这个金属材质打造 整个内装质感都很好 然后因为这个是顶级版的关系啊 它还配备了这个 Bowers & Vikings 的这个音响 给你最好的这个试听享受 另外这个 T8 因为是混合动力的关系 所以它支援了这个电子排挡杆 然后 VOLVO 特别为它设计了一个水晶的电子排挡杆哦 所以让它这个整体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爽 你做进去就是一种老版的享受 另外 T8 版本上面还有一个 T5 没有的东西 就是前面的这个抬头显示器 这个抬头显示器除了可以显示那种车辆的速度等等的讯息之外啊 它还有像是可以显示 GPS 导航的功能哦 接下来让小明带你去看 T5 的内装有什么不一样 那在内装的部分呢这个 T5 和 T8 车型的差异就比较大了 但不表示这个 T5 就很朴素 因为在质感的呈现上无论是触觉还是视觉上的 它都还是很丰富的 只是说这个飞板呢就少了 T8 的那个石木 而是采用一个类似 Aluminum 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排挡杆呢 它少了 T8 的那个漂亮的水晶排挡杆 而是用一个传统的这个排挡杆设计 但这个 T5 车型呢它的内装的配色是使用一个双色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是一个棕色的皮革 然后这个皮革的材质和 T8 车型也是稍微有点不同 但除了这些以外呢主要的这个配备这个 T5 还是具有的 像是全夜景显示的仪表盘 还有这个像 iPad 的这个主机呢 它也是完全是一个 Full Spec 的配置 包括有这个 Apple CarPlay 的功能 然后有导航系统等等 在这方面它和 T8 是没有差异的 作为一辆 E7 房车 S90 在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上算是非常出色的 那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 其实它中间是有这个中央树纽的 原因是因为呢在一些车型上 像是 T5 以及 T6 呢它其实是有一个 All Wheel Drive 版本的 也因此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容纳这个传动轴 然后在 T8 车型身上 它这个地方也是放置这个电池组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高出了那么多 也因此呢这一个地方就不能设计成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Vovo 还是有这个 B 柱的后座空调出风口设计 这个也是 Vovo 的一个经典的设计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在通风性上是更加的好的 当然不止如此 在这个后座的座椅部分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Armrest 的部分啦 它的这个植物格是蛮多的 这边有一个植物格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植物格 前方呢还有一个 两个杯架 最后就是在安全性上了 Vovo 一向来都很讲究安全 这个后座座椅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那就是这个 被称为 Booster 的这个设计 这个 Booster 的设计主要是设计给那些年龄稍大的儿童 我们都知道这些儿童呢它在身形上其实是不及承认的 那你坐在这个专位承认设计的座椅上呢 它的这个安全带的这个高度啊 对这些儿童来说其实是太过高了 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其实是会累到他们的景象 对他们造成危险 有了这个 Booster 他们坐上去过后呢 这个安全带的这个定点呢 就是合适了 这一点真的是很好一个设计 刚才小明讲到了这个 Volvo 的 X90 不管是 T5 还是 T8 它都有这个 Pilot Assist 的功能 这个 Pilot Assist 的功能是什么 让我为大家简单的讲解 它其实算是一个半自动驾驶技术啦 它结合了这个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然后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的功能 就是说你在高速公路的时候 你开启这套功能 这套功能会自动的帮你修正车道 然后跟前方的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但是你的手不可以放开 Steading 你的手如果放开 Steading了一段时间 系统侦测到你的手没有放在 Steading 上面 它就会取消这个辅助功能 所以它只是半自动功能而已 让你在 Highway 驾驶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协议的过程 这个功能如果是你时常在 Highway 或者是你时常做这个长途旅行的话 它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这个真的要给这个WOWWOW点一个赞 因为目前在同级车款里面 可以给到那么丰富安全配备的 就只有它而已 另外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 T5 跟 T8 在安全配备上面 还有一个差别啦 就是这个 T8 的车型 有 360 度的环景摄像功能 T5 只有普通的倒车摄像头 除此之外 安全性上面 它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另外 新一代的 Volvo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先进安全配备 你完全是找不到任何实体按键的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要怎样去关闭和开启 就是依靠这个 iPad 啦 你只需要一滑 这边就有整个安全配备的菜单 让你去选择关闭还是开启 使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直觉化一些啦 我来试看这两辆0到100差几多 走 3 2 1 GO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 2 1 3 2 1 测试完这两辆车的0到100加速表现之后 我们来讲讲这两辆车其实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毕竟我们做 comparison 还是要讲下它们两辆车的差别 虽然说这两辆车都是 S90 但是其实它们有完全不同的个性 我先说这个 T-Bar 这个 T-Bar 虽然说它的马力是最强的 4.8 秒就可以完成0到100的加速 可是其实上它更适合作为一台家庭车 然后在这里一家大小去出游 首先就是这辆车的这个隔音表现很好 然后它因为是 Air Suspension 的关系 所以它的整个悬吊很舒服 那种碎震过滤非常的干净 加上这个椅子啊 这个椅子就好像你家里的沙发一样 你坐下去整个人就是被包袱着 非常的爽 重点是它还配备了这个 Bowas & Wilkins 的这个顶级音响啊 所以在你高速公路巡航的时候 你可以在Highway看一下马来西亚很漂亮的风景 然后再享受这个高品质的音乐 这个效果真的是一极棒的 我非常享受这个 S90 在高速公路巡航的感受 虽然说它的引擎动力很强 但是它的引擎动力是让你在隔车的 车型的时候更方便 反而是这个 T5 的车型 我觉得 T5 更运动化 因为 T5 它少了很多的负担 例如说它没有电池组 它没有电动马达 然后它也不是 Overview Drive 它只是一个前轮驱动 加上它的马力其实也蛮大的 大概是 258 HP 峰值率是 350 Nm 所以你在驾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车是会冲会冲的 就有一种那种你在驾比较性能车的感觉 而因为它的车比较轻 它没有那个负担 所以整体的这个动态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快的 反而这个 S90 T5 还给我一种小年轻的感觉 如果你比较做运动化感受的话 我觉得你反而要去选择这个 S90 T5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两辆车的悬吊在同级车款里面 应该都是最舒服的那个了 还有一点我要称赞他们的是 它整个的这个中控台的界面 非常简洁 然后质感非常的棒 给你一种优雅的感觉 讲真的 一个老板级的人物在开这辆车 或者是叫你的司机开这辆车 其实你坐在后面 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非常的好的 这个就是瑞典的工艺 可以和这一个德国工艺的不同之处 这辆车自从发布以来 我已经驾了五六次 然后驾起来的天数应该超过一个月了 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它 因为它真的很舒服 然后这个引擎的动力也不差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一个非常 值得考虑的选择 如果你是对这个舒适性 然后你是对这个品质 质感比较将就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辆车啦 作为了以上的对比 大家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啊 这辆车不管是T5也好 还是T8也好 在配备上面都是非常的有诚意 完全不会阳春 甚至可以说它是同级的 OCE segment里面呢 配备最强的那一个 至于我的看法 如果今天你对这个性能 不是太讲究的话 那么这个T5的动力啊 绝对可以满足你 毕竟还是有258HP 0到106.8秒的这个出色成绩啊 如果你很在意这个科技的感受 你很在意这个性能的话 那么这个T8呢 就更适合你了 4.8秒的加速在同级车里面 绝对是翘楚 另外呢我个人比较推荐T8的一点就是啊 因为T8是混合动力车型的关系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大概是50公里左右 意味着这台车只要晚上你充满电 你开去上班再开回家 基本上是不需要用到汽油的 而这个纯电的行驶过程啊 其实也蛮爽一下的啊 我最近是对这个电动车是蛮有心得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预算允许的话 这个T8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纯粹只是想要还不错的性能 还有这些丰富的安全配备 那么T5就是你的选择 在这里我觉得我也要补充一点的就是 这个T8车型它除了有这个 50公里 Mazda 50公里的这个存电续航能力以外呢 它还具备用引擎来充电的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一直有这个 400多匹的这个马力的话 要无限拥有这个性能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使用这个选项 那它就会一直为这个电池充电 那你就能享受在性能方面的这个爽快了 但是实际上就算它没有电的话 它的这个双增压引擎还是有320HP 400Nm的这个超强实力啊 所以怎样都是够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轮胎的部分了 轮胎它的尺寸为255 40 19 这一个轮胎一条的价格呢 大概是850令吉以上 而这个我们所试驾的这台车 所使用的这个Michelin Pilot Sport 4 也就是PS4啦 是一条大概是过千了的 在这里我也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S90 的保养费用啦 那根据原厂所给我们的资料 这台车有点特别哦 它是2万公里Service一次 相比起一般上我听到是1万或者是1万5 这个就稍微长了一点 但是它是2万又或者是一年啦 而费用方面呢 它的这个第一次Service大概是在 1800到1900令吉左右 至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费用呢 是大概就于2200到2500令吉之间 第五次呢 这台车就算是一个Major Service 需要更换这个timing表 那它的这个总数啊 大概是在5000令吉左右 虽然这样子听起来啊 一次Service 2000多块好像很贵 但是如果你跟一般车的 就是半年Service一次的话 其实它一次也是千多块而已 以这样子定位的车来讲啊 其实不会贵啦 OK 在这个比拼完之后啊 虽然说我试驾的是这个T8的车型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喜欢T5 因为讲真的T5整体开起来 是比较轻快一点的 而且T5的动力真的不差 如果你和同价位的对手比起来 它是马力扭力最高的那一个 这个轻快的感觉啊 是真的是蛮让人心动的 那我反而就比较喜欢T8这个车型啊 主要是它在这个动力上能给我更多的这个满足感 那同时呢我觉得最让我 我最喜欢这个T8车型的原因是它的内装的质感 整体的质感呈现部分呢 是比这个T5好上许多的 重点是其实 能够决定你去选哪一台车的 真的只是阴心而已 因为配备上面真的差不多 好啦 各位喜欢T5还是T8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啊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等一下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